Nicole, what is happening in news headlines? Well, you know that we continue to follow the state of emergency that was declared by the province today So shutting down a ton of things immediately, private schools, concert halls, movie theaters And of course, some of those things shut down include restaurants and bars But here's the thing, if you were thinking of heading to the bar, you can't But one thing that is still open is the LCBO Hello,大家好,我是莱莱爸 今天已经是加拿大进入紧急状态的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 那么今天我想带大家去看一下 在加拿大的防疫的这个期间 那么加拿大的老百姓是实际的在街上的状况 现在我开车在的这条街叫Runsville Avenue 它是多伦多这边西区这边的一条是叫波兰街 就是这街上的居民很多都是从波兰移民过来的 那么现在我看到街上的很多商铺主要是一些餐馆 很多都是基本上是出于关门的状态 那么因为上个星期加拿大安省已经就是安大略省的政府已经号召 就是已经规定那个所有的餐馆都停止提供那个汤吃的这个服务 那么只能做外卖 那么另外其他的大家看见是街上的走动的人还是挺多的 遛狗的遛狗 就是散步的散步 基本上大家有一个现象就是你能大家能看到就是这里的人 基本上都不戴口罩 就是这也就是我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加拿大和西方国家和我们东方国家和中国的口罩文化的不一样 在这边小孩子从小到大被教育的就是说只有在你生病的时候 你才真的有得那种类似传染病啊流感啊之类的时候 你才需要戴口罩而健康的人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所以这边的口罩文化跟国内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边基本上很少有人戴口罩 但是在中国呢正好相反 一旦出现这样的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的话 几乎人人都戴口罩 上街的话他都会戴口罩 那么所以说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在这边我曾经昨天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说一个超级市场是因为有两个亚洲的人 他们戴了口罩 结果被这个就是商场的保安拿在门口拒绝让他进去 那么在前一段时间我在中国的时候 却看到了另外一个现象 那就是有好多超级市场或者说是菜场 是因为就是人们不戴口罩 保安或者说是管理人员把他们拒绝门外 甚至在超市门口 在菜场门口互相争吵 当然是罗布罗那个超市是加拿大一个挺大的一个超级市场 那么他们门口有人在管理 就是说他限制一次性进入商店的人过多限制 所以说他一般都放比如说20个10个20个先进去 进去完以后等人出来了以后 那么然后他再放新的人就进去 这样的做法我在想是因为现在加拿大的政府好多大家 要keep social distance 就是相当于人和人之间也不要走得太近 那么这样子他也希望在他的商场里面保持一个人口 人和人之间的合适的密度 不要密度太高这样子引起不必要可能的 潜在的互相交叉感染的机会 那么这个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LCBO也是同样的现象 大家看到这里 LCBO他进来门口有人在管理 那么有一个保安在管理 他们不让很多人进去 就是一般先放十几个人进去 然后等前面的十几个人出来以后 那么他们就会再让下一批的人进去 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这里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叫shop drug mart的一个就是药专店 看一下这里面还能不能买得到口罩 或者说是那个就是洗手液消毒液 我现在就进去看一下 我现在就进去看一下这里面的商店的能不能买得到口罩 我现在就进去看一下这里面的商店的能不能买得到口罩 和比如说洗手液之类的 问商店里的那个服务人员 他们商店的本来是有卖那个就是那种插手的消毒液 但是这次店完全全部都卖完了 卖也没有口罩出售的 而且那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他这边的厕子 就是上厕所的那种超纸 整包整包的全部卖完了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 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下loblo loblo他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我就来到了loblo 丹达斯这边的loblo 那么停车场里面的车子还是挺多的出来消瓶的人 你看陆陆续续有人消瓶完以后 推车子出来 商店里的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 大家都 货架上很多东西都卖完了 发现确实还有很多人在囤一些一些罐头食品啊一些日用品 今天其实还想买一袋面粉 结果在这里面粉的价值上 所有的面粉都卖完了 刚刚带大家进到loblo里去看了一下 基本上loblo的经营还是比较正常的 除了一些特别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籽啊 比如说面粉类啊 还有一些罐头类的食物 局部的有人在囤一些东西以外 基本上大部分的商品都还是非常丰富和充足的 所以说看上来现在就是在防疫期间 对加拿大普通人的生活也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平常我把我的油箱加满 大概要花60块钱 但是现在由于油价的暴跌 那么今天我加了差不多46 46升的油 每一升只有那个0.779 也就是七毛八分左右 那么总共才花了36块一毛钱 每一次加油至少每一次可以省掉将近25块左右 24到25块 所以说这个油价这个现在是暴跌 虽然说对经济不是很好 因为加拿大的阿尔伯特省是出油的 但是对于我们小老百姓来说 出行的话 每个星期至少将近20几块 一个月至少要省下来将近100块钱 好的 今天这一个分享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也麻烦给我点个赞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下一次视频再见 拜拜